当一个家穷到极致 还要生五个娃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是为了享受生活 还是把自己的妻子当成生育机器呢 或许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都可以体会出来 一早起床的老二 简单穿好衣服后 第一件事就是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 他熟练用毛巾背起妹妹 虽然他才七岁 背妹妹的动作却是那样的熟练 看到他就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 八十年代的我们 基本也是这样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 简单安抚好妹妹后 还没吃饭的几个人 拿了一个烤香蕉 坐在一起吃了起来 三个鸡肠碌碌的孩子 面对如此小的香蕉 吃着吃着 最小的孩子也开始饿得哭了起来 剪香蕉不能让妹妹停止哭泣 董事的老大和老二 就打算在爸妈回来之前 在家把饭做好 两人分工合作 老二负责淘米 这项工作他不知道做了多少次 和老大一起将米放入盆里后 熟练地将水倒入其中 满是污渍的双手放入米中 既能洗干净大米 也能洗干净双手 只是手外上的乌青格外悬眼 不知是省所留下的污渍 还是冬天里留下的冻伤 这些都是不得而知的 在老二洗干净大米后 母亲在这时也回来了 将哭泣的诱饵放在怀里安抚后 顺带教老大怎么煮饭 虽然老大煮了很多次米饭 每次都会把大米弄在地上 难免会受到父母的责骂 要知道他们每天能吃到大米是不容易的 本身家庭人员也多 现在能吃饱饭就算实属不易了 今天运气不错 母亲从雇主家回来的时候 带回来了一些鸡头 简单加工后 一家人终于可以吃上一顿婚腥 可老大总是犯错的操作 让着急的母亲不得不抢过厨具 自己煮起大米来 她知道 如果让老大这样一直操作 锅里的米饭一定都会胡锅 简单将大米煮在锅中后 母亲把带回来的鸡头放在火里 由于上面的鸡毛还没退去 只有用火一烧 鸡毛不光可以弄掉 这样还能增添鸡肉本身的香味 就这样 在母子俩的合作下 鸡头处理好了 大米也煮上了 接下来就需要交给时间 半个小时后 一家人就能吃到等待许久的早饭 在烧鸡头时 母亲总能挑选一些不错的鸡肉 将她烧好后分给自己的孩子时 这时 忙完田间农活的父亲也回到了家 见孩子们还没吃上饭 他赶紧招呼自己的老婆 拿来刀具将烧好的鸡头简单处理下 没有专业的厨具 只有平时干农活的刀具和木板 父亲也能三下五除二地将鸡头处理完 在这里 卫生干净永远比不上填饱肚子 就在父母还在做饭时 肚子饿得不行的小女儿 已经饿得哇哇止哭 她只想父母可以给她一点吃的 可母亲也是拿起盘中肉 示意孩子不要哭了 快过来吃肉 见有肉吃 哭泣的孩子也会马上过来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这么小的孩子就吃生肉 会不会不卫生 不健康呢 其实 饿了能吃到东西才是最健康的 肉处理完后 就需要开始烹饪了 将一口铁锅放在火堆上 简单烧热后 倒入家里视为珍宝的食用油 母亲每次都不敢多到一点 生怕下次没有可到 当油烧得滋滋作响后 母亲从塑料罐里拿出一些香料 即使条件简陋 但把每道菜做成美食 让家人都会好胃口 是每一位母亲最大愿望的 在油里放入一些咖喱粉后 就可以把之前处理的鸡肉放在锅里 简单翻炒一下 之前血红的鸡肉瞬间变得有食欲 几块鸡肉可不够一家人吃 聪明的母亲早就习惯了 她让丈夫咬来一些水倒入其中 加水就能让一家人都能吃上一两块鸡肉 同时还能喝鸡汤来饱腹 两全其美的方法 在等待锅里水烧开时 夫妻俩背后的老二值得让人夸赞 见妹妹一辈妈妈安抚 她独自拿起书本在一旁学了起来 她知道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只有知识还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鸡汤烧开后 母亲将麻袋里的东西简单揉碎后 放入烧开的鸡汤中 这是夏天母亲存下来的干菜 煮在鸡汤中 完全可以起到下饭开胃的效果 在经历四十多分钟的烹饪后 早饭终于好了 简单将米饭和下饭菜平分后 一家人席地儿做 直接用手抓着吃了起来 或许这种方式在我们看来极不卫生 但在他们看来 太习以为常了 这就是位于尼泊尔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们每天都在为生火奔波 父母长期在外打工放牧 而孩子们就要在家做所有事 长兄为父 长姐为母 照顾自己的时候 还要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们照顾好 放在我们身边 这样十岁不到的孩子 一个人在家能照顾好自己就算不错了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看路 只为带你看遍世界各处的平凡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